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李燕才重担领便当 团员陈关林开枪被推入海网崩溃 三立八点台剧一家团员高潮迭起的剧情 深受观众喜爱 距离李燕被小人陷害致死领便当 让不少网友崩溃 他的老公陈关林则误伤脑部 现在呈现智商低的状态 不过有网友猜测陈关林只是装傻 等待实际复仇 在最新预告中 他和许军军在海边对职 最后还被突然出现的林则西推入海里 引来网友崩溃哀嚎 何一佩爆出怀孕消息后 被大家猜测孩子根本不是先生龙与生的 而是小王林则西 自最新预告可见 何一佩和林则西在医院的对谈被陈关林听见 让何一佩担心陈关林可能只是在装傻 随时会出卖自己 此时林则西又出了主意 似乎是想联合许军军将陈关林处理掉 下个场景陈关林被骗到海边 才发现是许军军在搞鬼 结果陈关林亮出手枪时 许军军毫不在意地说 别拿玩具手枪来吓我 结果一阵激怒之下 陈关林开枪以后才发现那是把真枪 一连串的枪响 许军军倒在地上 没想到林则西又突然出现 从后方把陈关林一把推入海中 两人在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而网友崩溃之余 也一边祈祷陈关林被救起来后可以恢复记忆 更多精彩剧情 请一定要准时锁定每周一至周五 晚上八点 三立台湾台一家团圆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